中国媳妇蔡林晒娃秀幸福 宝贝乳名礼物好贴心 肉嘟嘟 萌翻旁人蔡林 韩国演员 1979年3月28日出生于韩国首尔 她可以说得尚是一太之党 第一位嫁到中国的韩国女性 高子欺老婆蔡林 自从成为中国媳妇 后在中国更加受欢迎 其实她冤名叫普蔡林 是最早一批在中国内地发展的韩国艺人 有趣的是 在认识高子欺之前 蔡林的择偶标准是不找演员 不找外国人 不找年龄比自己小的 不找B型血 然而天意难为 高子欺却全部吻合 能够打动蔡林 并且还玩了一次闪婚 还在节目中告白高子欺 趁下为她生三个孩子 可见私下里高子欺有多宠爱蔡林 才让她这么心甘情愿地付出 当年在韩国 蔡林也是很有名的 曾出演过夏娃的诱惑 亲爱的你 等经典电视剧 蔡林在内地发展多年 在主演民国剧李家大院 时认识了内地男艺人高子欺 蔡林在剧中的古装扮相 简直不要太美 这戒指还是拿破仑曾经拿来 送给王妃的那款钻截 时隔七年后蔡林终于再次走进了婚姻 留在了中国成了一位中国媳妇 蔡林再一次积目上说 我最欣赏她的细致 体贴可责任心 蔡林甜笑声 虽然高子欺比我小 但从她的眼神中 能看到对我的关心和发自内心的疼爱 这也是最吸引我的地方 韩国的闺蜜都很羡慕我 纷纷说也想嫁来中国 上网介绍对象 蔡林一脸幸福地说 我很骄傲地告诉他们 唯一的子欺娶了我 所以缺版了之前蔡林有过一次婚姻 2006年4月1日 蔡林李承焕宣离婚 2013年3月蔡林微博 公布与中国内地男演员高子欺的恋情 2014年6月29日下午5时在三里屯 高子欺在黄英 尹西水等一众好友的帮助下 向女友蔡林求婚成功 高子欺亲口演唱韩文版 单膝跪地向蔡林做出深情告白 蔡林当场感动落泪 并答应求婚 婚礼举行了两次中国一次 韩国一次 年高子欺在微博晒出宝宝小鸭爪 并且宣布和蔡林的儿子出生 并给宝宝取小名 礼物79年出生的蔡林 因出演情定爱心海 而在中国走红 如今已经38岁 是个不折不扣的高龄产妇 难以想象怀孕期间的有多辛苦 多不容易 所有的妈妈都是勇敢的 蔡林怀孕的消息 不仅给之前担心 他们的网友吃了一颗定心丸 更换紧了不少刮重的青春回忆 有人表示 小时候看的第一部古装剧 正好就是蔡林演的 童年女神妥妥的 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候 蔡林永远是那个最勤快的 完全的一副家庭主妇的样子 蔡林说她非常非常喜欢 中国的传统旗袍 高子齐还特别摆了一件超美的旗袍在家里 在照片中我们也能看到 中国媳妇蔡林晒娃秀幸福 宝贝乳名礼物好贴心 肉多多 蒙帆旁人 希望宝宝健康快乐成长 一家人幸福 还希望看到蔡林在上荧幕呢 你们喜欢她俩吗